鬼鬼在先 又没有礼让行人 台中有民众准备要跨越马路时 遭一辆休旅车擦撞 还好没有大碍 另外在北屯区有女驾驶不当变换车道 撞上了一名外送员 外送员连人带车倒地 全身有多处擦措伤 赶紧送一治疗 傍晚五点左右 环中东路上车子相当多 这时内线车道一辆K色自小客车突然右转 车子从内线车道直接切过外侧车道 和执行的外送员撞个正着 外送员连人带车倒地 一旁民众募集赶紧拿出巨马帮忙阻挡 避免酿成二次伤害 这起车会意外是发生在17号傍晚五点左右 地点就在北屯区环中东路与军幅17路口 肇事的自小客车唯一规定右转尿货 重机车驾驶身体多数差错伤 双方驾驶经酒测均入酒精环液 天外飞来横祸 豪断断的行驶在路上被突然冲住的自小客车碰撞 也差点被撞上 男子下意识阻挡 幸好驾驶发现急忙踩刹车 男子回过神来狠凳休旅车驾驶 系图怒二段与宝庆街30巷口 这里没有号制灯 到了上下班上下课时间人车频繁 肇事的自小客车违规停在行人穿越道上 又未离让行人 警方将依法开单告发 驾驶最高恐怕地吃上5400元的罚款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台中报道